我先解释一下平衡恩典和律法的重要性 我用一个比喻 你们有多少人是结婚的 已经结婚 请你举手 多少人 好的 你发觉在恋爱的时候 你发觉在恋爱的时候 是不是你发觉对方对你关心很多 愿意做很多好事 令你很舒服 是不是 但结婚之后就很多要求了 律法了 你要洗碗 你要洗衣服 你要洗干净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没有做什么 你没有做什么 恋爱的时候是不是这样沟通的 没有 恋爱的时候 我想问你 在恋爱的时候 你有没有动力去令他开心 他有没有吩咐你令我开心 没有 就是你喜欢他 他喜欢你 你就很自然做一些事情令他开心 是不是 你就享受 是不是 这个就是恩典推动 恩典是什么意思了 首先我解释一下神的恩典跟人的恩典有不同的 神的恩典是他对我们的帮助 祝福 所有神对我们做的 他爱我们 拣选我们 改变我们 拯救我们 赐给我们动力 祝给我们平安 喜乐 改变我们的生命 也欣赏我们所做的 推动我们去做 这是神为我们做帮助我们的 这是恩典 很重要的 要明白 要明白 放在记忆里 恩典的话 通常有神在前面 我们在后面 然后神对我们的帮助 神帮助我 神祝福我 神怜悯我 神纪念我 恩典的话有神在前面 为什么要放在记忆里 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人 我叫他讲一些恩典的话 他就说 我要信 信耶稣 这是我要信 这是我做的 神感动我 信耶稣 这个是神做的 所以需要放神在前面 神提升我们的生命 这是恩典 人也有人的恩典的话 我喜欢你 我爱你 我看重你 你是宝贵的 这是人的恩典的话 律法的 有两种 律法 一种是要求 或者是吩咐 神吩咐 我们要爱神 爱人 传福建立人的灵命 这个是律法的吩咐 律法有另外一部分 是惩罚和警告 甚至前欲啥种的 必从前欲受败坏 这是警告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这个是警告 或者是惩罚 律法有两方面 好了 人也是有这样的 其实 律法的话 有可以有何的方法说 也可以有 刚硬的方法说的 例如很多人会说 你要祷告 你要读圣经 我相信你听很多这些话 你也对自己说 我要读圣经 我要祷告 这些没有错 律法没有错 重点是 动力从哪里来 如果动力从律法来 我要传福音 我要拯救很多人 他们没有耶稣 我要帮助教会增长 我要做很多 我要帮助他 帮助这个人 很多的工作 我要 我要 总是要做的时候 你做很长的时间 就会觉得疲倦 而且没有很大的力量 也没有很大的喜乐 因为 律法也有很多批评的 我做得不够好 这些人不听话 他们没有改变 我们里面就有这种批判 对自己的批判 这个就是律法可以带来的后果 但如果恩典推动人的话 我示范一下 神很看重我们 他有奇妙的计划已经写在册上 神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日日 已经写在册上 诗篇139篇16节 他已经在你生命中有奇妙的计划 当你呼应神的时候 他 我们亲见神的时候 神就喊喜悦 他就因我们欢心喜乐 他就喜乐而欢呼 他就开心了 哇 他很爱我啊 神会说 他很爱我 他就欢呼 所以我们每一次亲见神 神都喊喜悦的 而且我们为神做什么小事 就是将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最容易做的是不是 神也喊喜悦 虽然我们未必做得最完美 但我们为神做最小的事 神也喊喜悦 这是按点推动 按点推动的话 例如 我很乐意侍奉神 我开心侍奉神 因为神喜悦我 神喜悦我所做的所有事情 神都喜悦 为神做的 神都喜悦 这样的话 我就开心轻松 我不是说 我还要做得不够好 当然有不够好 我们应该悔改 但很多人总是说不够好 不够好的话 就有压力了 在婚姻也是这样 在恋爱的时候 他见到你就笑 一见你就笑 就很开心了 哇 一起 有时间 一起 很开心了 谈电话 很开心了 在电话 可能讲很长的时间 结了婚 为什么没有这个兴趣了 就是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没有做什么 你做的什么不好 这是很多 其实上方都是这样 不但是老婆对老公 老公对老婆是这样 老婆对老公也是这样 你放了公 去了哪里 我不知道你去了哪里 你没有债钱回来 你衣服都随便放 你没有照顾孩子 都是 是不是很多这些批评的话 批评的话 令人是不是很有动力去尊重 没有 其实越多批评的话 你就说 我已经很努力了 你还是批评 同样 我们明白 为什么在恋爱的时候 你很有动力 因为那是暗点的时候 是不是 很多爱的时候 与神的关系也是这样 你出信主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很甜蜜啊 啊 耶稣爱我 耶稣拯救我 有永生正好 但信了耶稣不久 他会说 你要读圣经 每天读多少 你要祷告 你要悔改 你要离开罪 你没有离开罪 神要惩罚你 神要管教你 你必须要做更好 你没有传福音 你是懒惰的 人可能对你说这些话 我们自己也可能这样对自己说话 因为基本上这个世界是活在律法之下 这个世界绝大部分都是律法 你做工啊 必定要做什么 必定要做什么 这个整个社会都是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唯有神是充满恩典 在世界上谁有恩典呢 父母 但父母还是有很多律法 父母比其他更多的恩典 父母很多的接纳 很多的爱 但孩子长大了 都很多要求了 他们不听话了 就骂他了 所以父母孩子的关系也有问题 因为很多的律法 其实你读圣经充满恩典 刚才我给你这些经文 很多的 每一样我们所尊重的都是神给我们动力 神 我解释一下 首先 没有这个地球 没有这个世界 神已经认识我们 神已经拣选我们 神已经预定耶稣要来为我们死 耶稣不需要来死的 但祂甘心乐意为我们死 因为祂看中我们 祂看每一个人 祂去爱我 为我学习 祂看中每一个人的 他 然后到了时候 神就赐给我们圣经这个启示 然后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工作 然后传到人向我们传福音 在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用很多的耐心 帮助我们信耶稣 然后圣灵在里面不停的感动 我们不听话的时候 圣灵是不是这样骂你啊 你又犯罪了 是不是这样啊 你犯罪的时候 你打告示会怎么样 很想哭啊 因为神感动你 神不是骂你 神是感动你 然后当我们尊重神 或者是亲近神 就有喜乐是不是 所以神是常常 将祂的恩典 寄给我们的 每一天都有的 每一天我们都有神的恩典 每一天你亲近神 马上有力量 你有没有学到 亲近神马上有力量 你闭上眼睛 嘘嘘啊 啊 好像灵 好像灵魂飞到神那里 啊 Aleluia 啊 Aleluia 啊 Aleluia 有没有觉得平安轻松啊 你好像我这样 从心里呼叫出来 啊 因为我圣灵充满 我每一次这样呼叫 马上就有喜乐涌出来 哇 感谢天父 这个 是神不停地服侍我们 祂去不停地服侍 不停地陪伴 不停地推动 不停地安慰 赐给我们力量 推动我们去爱祂 去爱人 当我们爱人的时候 你传福音 你帮助人的时候 你里面有没有喜乐 你觉得喜乐 你讲道 你们中间有没有讲道的 有没有讲 觉得讲道的时候很开心的 但有些人不是靠神的话 就很大的压力的 如果用律法传道 用律法传道 就很大的压力 但如果是说 圣经说什么呢 当敬畏耶和华人 比起谈论 神就彻耳而听 且有纪念册 在他前面记录 我们所说的话 非常的奇妙 禁畏耶和华人 禁畏耶和华人 比起谈论 神就刺耳而听 就记录我们所说的一些话 他就这么留心 听我们说话 推动我们 欣赏我们 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说 神真美好 他常常的喜悦我 我正从神 神就喜悦 在马太福音十章讲到 你不去献据 但你因为献据的名 借贷献据 必得献据的赏赐 你找不到献据 你找到一个义人 你因为义人的名 借贷义人 必得义人的赏赐 你找不到义人 你只找到一个小子 无论何人 因为门徒的名 只把一杯凉水 给这小子的一个喝 我实在告诉你 竟然不能不得赏赐 你找不到 牧师敬畏神的基督徒 只找到一个 卑微的基督徒 软弱的基督徒 你将一杯凉水给他 给一杯凉水 是不是最容易的事情 都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我们可以鼓励自己 我为神做什么 神都喜悦 我敬拜神 神就喜悦了 这个不是骄傲 我们要明白 不是骄傲 不要说 我敬拜很厉害 这个是骄傲 我是说 我敬拜 无论我怎样 当然 当我越投入 神就越喜悦 当我越投入敬拜神 神就在笑 西方亚书上 这样十七节 他因我喜乐而欢呼 很开心 圣经里面很多很多这些恩典的话 例如耶稣说 你祷告一些 神已经知道 是不是 你没有祈求 神已经知道 就告诉我们 其实神是知道我们所有的需要 很多人是这样 神啊 我见到很多人祷告是这样的 神啊 父亲 这个赵慧父亲 我们需要父亲啊 神啊 快快快来 快来 就好像神不愿意 其实神很愿意 是我们不愿意 我们应该说 神啊 你很愿意父亲我们 我们今天悔改 真心的来到里面前 你就很喜悦 你就开始父亲我们的 父亲是不难的 只要我们愿意可慕神 尊重神 神就喜悦 神就复兴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 这个是 放心 信心是放心 信心是 有些人以为信心是这样 神啊 我求你 你必定要 一起 一起 就好像 我的力量 我的信力 我的信心 要叫他 这一句 以为信心是我们的努力 信心是什么了 我告诉你 请你放在记忆 跟我说一次 神应许我放心 神应许我放心 神做事我放心 神做事我放心 就是对神放心 神是不是可靠的 是的 所以我就放心 放心 我亲近神 我做我应该做的 我悔改 离开罪 神就很喜悦 神就祝福 但有些人说 我祷告了还是没有依据 怎么办呢 但我们相信神的美善 就是没有依据 我们还是相信神在做工 不要紧的 保罗也求这个一根刺 离开 但没有离开 耶稣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够我用就可以了 只要我们爱神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而变化 就能察验神的善良 成全可喜悦的旨意 一步一步投入 就能够进入这个完美的旨意 这个完美的旨意 神会负责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供应 所有一切都在神的计划里面 阿们 我就放心 只要我顺从神 正从神 爱神 所有都为我预备 这样你就放心 但很多人是这样 哎呀我师父 需要钱了 哎呀神啊 你快快给我钱了 我没有钱了 你忘记我了 神啊你忘记了 你记得他 但你忘记我了 我需要钱了 神啊你知道吗 哎呀很乱祷告是这样的 我需要钱 我需要健康 我需要支持 我需要更多的教友 我需要所有的需要的仪器啊 所有的工具啊 我都需要 所有我都需要神啊 请你快快的做了 这是这样一个清单告诉神 以为神不知道 其实 拦住我们得福 不是神 很多人以为是神 神不愿意 其实是我们 很多人生命很苦 不是神不愿意给我们喜乐 是我们 思想负面的东西 人的不好 事情的困难 我想问你 你思想什么多 整天哎呀 教会没有复兴 人不听话 老公不好 老婆不好 我健康不好 没有钱 很多时候就是注目在困难 这样的话 思想就负面了 但圣经很多应许的 神为爱的人所预备是什么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见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 他已经预备好了 只要我们爱他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谁呀 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们爱神 顺境 逆境 都有益处 这个就是放心 任何经文都可以看到神的恩典 神的应许 整本圣经都很多应许 为什么很多人教导很少恩典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从小的时候长大都是律法 你要乖 你要听话 你不乖 没有人喜欢你 你不听话 都是这样 你没有祷告 你没有悔改 你没有尊重圈 都是很多的律法的话 基本上 你看一看 这里有没有人长大的时候 是充满恩典的 有没有 请你举手 这里有没有人长大 都是被爱的 爸爸妈妈爱我 我是宝贵的 哈哈哈哈 每个人都喜欢我 耶稣喜欢我 我每天都开心 我一生做什么都很开心 哈哈哈哈 因为神开心 我就开心了 有没有人是这样长大的 请你举手 都是很多律法 是不是 但圣经是 是用恩典推动 还是律法推动 是恩典推动 耶稣说很多话 圣经说很多话 都有恩典的 例如不用担心 因为神照顾飞鸟 是不是 神照顾这些百合花 就告诉我们 神照顾他们 也照顾你 圣经里面充满神的 看重我们 我们是 靠着 加给我的力量 凡事都能做 耶稣说我所做的事 你们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较更大的事 但很多人没有想这些 经文 他们想那些 我做的不够好 因为我们很容易 就注目在律法 你回家留心 读圣经 读的时候 我的圣经 我以前读的圣经 我用三种颜色 画这个字 红色 好像耶稣的宝血 就恩典 红色 红色 然后蓝色 是神的这个相反 好像相反 警告 惩罚 然后绿色的是 我们应该做什么 爱神 爱人 传福音 信靠神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遵从神 这也是律法 蓝色和绿色都是律法 但我 画了几本圣经 都是用这个方法 让我留意 人说什么话 我马上 分辨到 他去说律法 还是恩典 我发觉 很多人都是讲 律法的话 例如他们说 你要祷告 但我会这样说了 你为求以先 神已经知道 神已经有美好的计划 在天上 当你亲近神 信靠神的时候 神就很喜悦 祂就开始 这种恩典 倾倒在你身上 你有没有发觉 当你亲近神的时候 你就发觉有力量 有帮助 有没有啊 有没有经历神的帮助啊 有的 所以我们就 以后有困难 就放心啊 放心 来了神面前 其实我们不需要 告诉神很多细节 我要钱 我要衣服 我要老公老婆 我要儿子 什么 不是要告诉神 那么多 你可以告诉 没有问题 但不需要整天告诉神 神啊 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 那个 这个 那个 就是总是告诉神 只是更多 神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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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真好 记忆所有神的恩典 我想问你 神的恩典在你身上多吗 多了 你都说多了是不是 所以我们应该每一天都很开心了是不是 但你是不是每一天都很开心呢 好像困难很多 所以没有注目在恩典 所以没有注目在恩典 我们应该更注目在恩典 每一天 而且讲圣经 都是从这个经文和整本圣经 找神的应许 关于这方面的 这样的话 就会常常有恩典鼓励人 例如我鼓励人读圣经 背诵圣经 因为圣经有很多宝贵的应许 如果 在古代 这个皇帝对你说 我应许你 这个大的物质 很多的金银财富 很多的帮助 你会抓住这句话 皇帝对你说 现在神对我说 这是很多的宝贵的应许 在圣经里面 我们抓住 每一句都放在记忆里 而且活出来 而且相信 很多人是这样的 他们很努力的 努力传福音 努力帮助人 但没有抓住这句话 神就喜悦 一杯凉水都不能不得赏气 他们没有抓住这句话 这是抓住什么? 律法 要做什么? 做什么? 做很多 都是觉得还有很多要做 这个是对的 我们很多要做的事情 很多很多要做 但你总是看要做什么的话 就很疲倦 没有喜乐 喜乐的秘诀是什么呢? 神已经应许我们 我们尊重神 神马上喜悦 所以神喜悦 神在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还是 神喜悦 我们不喜悦 神喜悦 喜乐而欢呼 我们应不应该开心啊? 我们应该开心 这个就是抓住神的应许 这样的话 我们的言语 行为都是恩典充满 但我告诉你 我的教导跟恩典福音的分别 你有没有听过恩典福音? 听过 恩典福音是错误的教导 他们只讲恩典 不讲律法 只讲神很爱你 神祝福你 神帮助你 没有讲我们应该尊重什么 没有讲悔改 这个是错误的 我是说 恩典推动我去尊重神 我尊重神的时候 我知道神喜悦 我就开心 这个不是骄傲 耶稣说的 一杯凉水 神都喜悦 所以我帮助任何人 他都喜悦 他喜悦 我也可以喜悦 我们每一天 感谢神啊 今天敬拜神 升着喜悦 哈哈哈哈哈哈 可以每一天都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选择充满喜乐 选择想到神的恩典 我告诉你 这是我来说 如果我没有想到这个 我还是会容易想 想着困难的 我还是容易想到我要做的 今天有想 讲很多 写很多奖章啊 做很多预备啊 我还是会想这些 我需要提醒自己的 每一天提醒 我为神做什么 祂都喜悦 所以我就可以开心 我就可以喜乐 哈哈哈哈 感谢天佛 这个是用圣经的应许鼓励人 也是用圣经的应许鼓励 所有人 我们讲到的时候 更多的恩典去鼓励人 例如我鼓励人 我鼓励人 侍奉神 侍奉神 我就会说 神很想拯救更多人 很想祝福更多人 但神是用人拯救人的 所以他寻找愿意打发工人出去 神很想打发工人出去 但很多工人不愿意 但如果有工人愿意的时候 神就说 这个人很有潜质 我喜悦他 他愿意侍奉我 他愿意祝福人 他就很喜悦 但有一个人有一个心去侍奉神 帮助人的手 神就说 这个是在《喜序录》说什么 得胜的 他要做神的殿的柱子 他要做神的家的柱子 非常重要的支持 愿意侍奉神的人 是教会的柱子 是天国的柱子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宝贵的 当你有这个心 有这个感动 神感动你去侍奉 其实每个人都有神的感动的 侍奉不但代表你做传导人 有些人去做传导人 有些人去做 这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坐在 弟兄身上 是不是 祝福人 帮助人 每个基督徒 而且审判的时候 神会说 你有没有坐在我的弟兄的身上 有坐在他身上 就会进入为了预备的国 没有的话 就进入为魔鬼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勇火里面 当你这样释奉的时候 神的喜悦 每一天 听见神 用神的方法释奉 耶稣说 我的恶 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清神的 因为他 与我们同在 他将我们释奉的时候 他说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认识 很多人是用人的认识 释奉 要做就要做 耶稣的认识是怎么样 神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神说什么 他就做什么 他相信神的作为 他知道神会保守 神所拣选的人 所以耶稣很放心 他释奉的时候很轻松 我们也可以很轻松 但很多人释奉的时候 不轻松 因为他要有自己的果效 所以是用自己的方法 但如果我们用神的方法 释奉的话 神给我动力 感谢神 我们需要每一天 留意神的感动 因为圣灵不停地带领我们 感动我们尊重神 但我们有圣灵感动 你用一个方法看 古代的时候 皇帝有圣旨下来 人会怎么样 跪下来接圣旨 是不是 我想问你 神有没有给你圣旨 有 多少 每一天都很多 你有没有跪下来接 神啊 你吩咐我去爱他 我就爱他了 你吩咐我去饶恕他 我就爱饶恕他了 我们每一天都接很多圣旨 从神来的 但从来没有人觉得去 万王之王的圣旨 我接了 是非常重要的 古代的时候 如果有皇帝的圣旨来到 你要去做什么工作 这个人就很开心了 皇帝差钱我去做 但很多人接到神的圣旨 没有这个反应 我们就感谢神 神感动我 神也给我力量 给我 神的同在 但我在神的同在 扶须 人就经历圣灵 就好像刚才你们 很多都经历圣灵 这个就是神的陪伴 感谢神 所以我们侍奉神 首先神很喜悦 神会给我们感动 给我们圣旨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喜乐 给我们恩高 有神的同在 然后我们为神做什么小事 神就放在记忆里 他就写下来 放在记录册里面 然后他就赏赐你 今生得百倍 来生得永生 神的赏赐 永远比我们所做的更大 这样的话 是不是更有动力去奉神了 不是用律法 是用恩典 其实所有我们 希望人改变的地方 神都有应许的 爱神的话 鼓励人爱神 我现在示范 你心里想得到什么 你的生命想什么 你希望你的生命 会被提升吗 你希望你成为一个伟大人吗 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伟大的人呢 现在是不是伟大的人 可能说还是不是很伟大 但圣经应许了 神问爱他人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 神就为你预备你想也想不到的恩典 他就会将你变为伟大的人 因为耶稣说我所做的事 你们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不是更好的事 我们不能做比耶稣更好 但更大 现在有些步道家 他们传到人数 比耶稣传到更大 更多人 耶稣在地上的时封 耶稣在天上的时封 没有人能够比较更大 但在地上的 很多人带领更多人信耶稣 这个就是神真的很想提升我们 每一个都可以提升 所以爱神最好 很多人爱钱 爱钱得到什么益处呢 是不是很多益处啊 你爱钱的话 其实爱钱的很多人很担心很忧虑 因为很想有钱 但总是赚不够钱 是不是 很多人就是爱儿女 这个没有错 爱家人没有错 但他们希望家人会满足他们心灵所想的 我想问你 你的儿女有没有满足你的生命 有没有啊 没有 他们很难满足你的生命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给你很大的压力 是不是 所以爱钱爱人爱物质 都没有带来这么大的益处 但你爱神 将神放在首位 神这么美善 常常安慰我们 爱我们 提升我们 常常加我们力量 随时随地 你亲近他 他马上与你同在 是不是很美好的神啊 是不是值得我们去爱啊 但我们爱他 他必定有反应 你爱你的儿女 他们是不是必定有反应啊 未必的 有些人爱他 很多很多 他都忘记了 他都没有留意了 但你爱神 每一次你爱神 你为神做什么好事 每一次见见神 神都放在记忆 是不是很有反应的神啊 而且超越我们所求所想 所以爱神是最有福的 Hallelujah 我告诉你 基于我信耶稣的时候 我因为以前是以为没有神的 但我后来知道真的有证据 证明有神 我是从证据信耶稣的 我知道有神 我就很兴奋 真的有神 我醒过来 真的有神啊 真的有天堂 我很开心 然后我就告诉我 所有的朋友 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就禁止我 不能再讲耶稣 但后来我也有讲 就是我有这个信 然后信了主不久 我就想 这个世界这么多人没有认识神 真的有神有 这么爱我们的神有 天堂这么美好 神啊如果你愿意 我愿意做牧师 我信主不久 就这样 然后神就为我开路 神给我很多不同的机会去学习啊 各方面 其实我学习弹琴不够一年 但神给我聪明机会 能够发挥 这个是神给我很好的老师 其实我跟这个好的老师 就学了三四堂 但我派路 然后放在 重复的看 重复的练习 然后后来神去教导我 我现在谈的很多手术没有老师教导 这个 这是神为我预备 而且神这个教导 我觉得非常宝贵 恩典推动 尊重律法 这个非常的宝贵 这是神为我预备 我想也没有想过的恩典 神为我预备的太太 她真是最好最好 全世界我没有见过另外一个更好的太太 这是我们爱神的时候 我们整个生命都蒙福 你愿意吗 你侍奉神的时候神就看中你 你就是神的殿的住者 你愿意吗 你愿意进入更高层次的侍奉吗 这样的话 有没有压力啊 没有压力 是轻松的 这一方面自己轻松 我想问你 你有没有有些时候说 以前我犯了很多罪啊 我以前做过一些错事啊 哎呀我以前曾经犯了这些错误 哎呀后果很大啊 有没有常常想到自己犯的错误啊 是不是常常都有自责 很多压力 其实圣经已经说了 神已经称我们为义 谁能控告神所称为义的人呢 所以耶稣已经说我称你为义 而且我应神也和我大大的欢喜 我靠神快乐 因为祂将拯救为义给我穿上 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 好像新郎戴上华冠 又像幸福佩戴装饰 其实我们每一个在神的眼中都是好像新郎 新娘就美丽的 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哎呀我很肮脏的 哎呀 这个就是律法的控告 但其实当我们真心悔改 神就很喜悦 虽然我们做的不是完美 我们真心悔改 神就很喜悦 神喜悦就完全地称我们为义 这样义袍放在你身上 你就好像新郎新娘这样美丽 同时我们也有基督徒所行的义 启示录十九章讲到 圣徒所行的义也是在我们身上这个 光明洁白的西玛义 在启示录十九章 我们有耶稣的义袍 也有基督徒所行的义 我们就说 虽然我有犯错 我也有犯错 但我放手 每次我想到以前的罪 我就悔改 而且说神应赦免 以后留意不要犯罪就可以了 不需要继续的内疚 这样的话我就放手 不被以前的这些伤害影响 以前的压力影响 就整天都喜乐 好了 你听了之后 可以整天喜乐吗 现在可以喜乐吗 是的 做不到 当我开始做 我想问你 耶稣说 将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姐 这个人将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姐 是不是他已经做所有事都做好啊 耶稣有没有说 你做好所有的事 然后你将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姐 都不能不得赏气 是不是这样说 其实他特别的说 我想问你 接待陷阱 是不是已经去陷阱了 是不是啊 你接待陷阱 你是不是去陷阱 不是 所以你不是做很大的事情 你就是接待 你没有做很大的 就是接待 好了 你不是一人 但你接待一人 也得到他的赏气 所以 耶稣的意思是说 不是你做的完美神采喜悦 当然我们知道有罪 必有罪的破坏性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教育得更加厉害 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 犯罪必有破坏性 甚至成于杀种 必从成于受败坏 必有破坏性 你骂人 你虽然求神赦免 你请他饶恕你 但有没有后遗症 有啊 这个关系影响 是不是 你每天都骂人 每天都求神赦免 每天求他饶恕你 关系有没有影响啊 有没有影响你整个生命啊 有的 所以继续犯罪必有破坏性 但你 就是说 有犯罪的意念 马上在里面处理 马上 犯罪必有破坏性 祷告求神帮助我 怎样尊重神 他骂我 我是不是要骂他 不需要 但大部分人都骂 都骂他的 而且都会很烦恼 很伤心 嗯 他骂我 嗯 嗯 就很大的怒气 怒气 会不会成就神的意 你整天都被人骂 就不开心 或者什么事情不顺利 就不开心 对你有益处吗 没有 但很多人是不是在这个状态了 嗯 整天都想别人的不好 是 很多人不知道 负面的想法 负面的情绪 破坏生命 整天都是负面 整天都没有想到恩典 所以整天都没有力量 这个就是处理情绪的重要性 有什么负面情绪 就说不需要被他影响啊 原说的话有权柄 还是神说的话有权柄啊 神 我是不是要抓住他的话 他说你没有用 是不是要抓住 你说我没有用啊 我不是没有用啊 你为什么骂我没有用啊 很多人是这样的 整天说他骂我没有用 他骂我没有用 是不是要抓住他的话 不需要 这句话是不是垃圾啊 是垃圾 垃圾吃不吃啊 不吃 你喜欢吃垃圾吗 你喜欢的话 我找这个垃圾桶给你 但很多人就是习惯吃垃圾的 别人说的话都抓住了 今天他对我收啊 昨天这样对我收啊 以前这样对我收啊 就是整天想到不好的东西 所以犯罪必有破坏性 烦恼必有破坏性 思想负面的东西必有破坏性 虽然我们也有软弱 但我就马上悔改 神的喜悦 我想问你这个 税吏来到圣殿里面祷告 这个法利赛人祷告 他说法利赛人说我做了很多好事 这个税吏就是啊 神啊 求你开言可怜我这个罪人啊 我想问你这个罪人 是不是已经所有都改好了 有没有啊 没有啊 他就是开始求神赦免啊 他回家 这人道算唯一 是不是 很奇妙啊 他不是完美 所以我们有什么罪 马上悔改 神就喜悦 但不代表我们 能允许罪留在我们心中 如果你发觉你 常常思想人的不好 常常 常常负面 常常低沉 常常 对人有不喜欢的感觉 我不喜欢我的老公 我的老婆 他不好 他有不好的地方 但不喜欢人有什么后果啊 你再不能对他笑了是不是 你自己也不舒服 你自己也没有力量 没有 所以不喜欢人是不是罪啊 是罪 凡是不完美就是罪啊 不能尽心爱神 不能爱人如己就是罪 所以当我们里面 对人有厌弃的感觉 也是罪 这些罪就破坏 这个我现在就是 其实我这样很多教导都放在一起 恩典推动我们去 爱神 尊重神 侍奉神 然后也鼓励我们去悔改 我尊重神 神悔改 马上神就喜悦 虽然我还有罪 但我马上处理 神就喜悦 这样的话 是不是可以整天开心啊 虽然我们的习惯是不开心 我告诉你 这是我自己 也有这个习惯是怎么样呢 这是沉重 我觉得事情要做很多 但我需要提醒自己 我可以喜乐 可以感恩 可以开心 可以想到神的恩典 我们可以 可不可以整天这样啊 哈利路亚 我们现在祷告 求神 赐给我们这种恩典 推动的生命 首先 有没有提问 有没有人有提问 关于这方面 有些人可能说 用恩典的方法 人不听话的 请说 那我们除了领受这个恩典 我们需不需要认罪 当然了 刚才我已经说了 刚才我已经说了 那圣经上说 这个恩典是神白白的赐给人 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也不是出于行为 那您刚才所说的是 我们的行为 我们必须要控制我们自己 不要去想负面的话 这个我要 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人做不到 所以我们才需要神的交换 是不是这样 OK 好的 我解释一下 在圣经里面的应许 除了耶稣来到世界上做我们的救主之外 这个是不在乎人做什么 神都会拆遣耶稣来到做我们的救主的 但所有的祝福 都必定有人的配合 配合 但不是我们赚来的 是人的配合 你得救必定信主 悔改 你亲近神 神就亲近你 圣经没有说 你不亲近神 神就亲近你 圣经说 神为爱他人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的恩典 神没有说 你不爱神 神也为你预备很多恩典 先求祂的国 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有交给你 神很多应许 应许都是 当我们呼应神的时候 但不是我们赚来的很重要 不是赚来的 我们爱神 其实不是什么功劳 神这么好应该爱神的 但神就是乐意的祝福 圣经也讲到离开罪 圣的情欲撒肿的必从情欲受败坏 必定的 没有悔改 必定继续受败坏 所以圣经有说 我们必定回应神的 但回应神的时候 的动力 是轻松喜乐 因为神喜悦 但不是我们的回应 赚来神的祝福 这个祝福还是白白的 但这个 我们的回应 就好像打开我们的心门 神啊我需要你 我感激你我爱你 看众神 因为你不看中神 就是对神封闭 不看中神的话 没有心去亲近神的话 你的心封闭了 神不能祝福 圣经没有说 你不祷告 神能够改变你 必定我们祷告 神才改变我们 所以这个你明白 必定有人的回应 有些人以为 信的耶稣就凡事祝福 我会告诉他 圣经里面的祝福 都说人怎样回应神 神才祝福的 圣经没有允许 除了神差遣耶稣来 这个必定来的 人怎样做 耶稣也来 但所有的祝福 都会 与我们的回应有关的 但不是赚来的 这一点很重要 不是赚来的 所以这个恩典还是白白 因为你爱神 你敬拜神 怎么可以赚取 这么多的恩典呢 不可能的 你爱神 怎么可以赚取 这些多的恩典呢 你就是爱一个人 也不代表 可以赚取很多的东西 我们就是爱神 不能赚取 这么大的恩典 所以这个 还是白白的恩典 但我们爱神的时候 我们就是开放 也是与神连接 因为另外一个角度 是这样的 因为神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信靠神 神就在我们的心中了 神在哪里 哪里就有果子 藏在我里面了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样就多借果子 他就会有很多果子 因为神在哪里 哪里就有果子 有果子就有祝福 是神的同在带来的 那怎样有这个同在呢 必定是亲近神 信靠神 爱神才有这个 神的同在 神才能够祝福的 所以必定 我们必定与神配合的 有罪必定悔改 不悔改 这个罪就拦住我们 罪就好像一个 一个墙壁 拦住神的祝福了 这个 有没有回答你的 因为刚才我听您说 您说不用祷告 因为神都知道 我就回答 不是说 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不需要祷告 我说 你祷告的时候 神很多恩典赐给你 我只是说 你为求于先 神已经知道 所以你不需要 告诉他很多很多 你可以告诉他 但 其实有很多 神的祝福 不需要祝福 你没有祈求 但我们必定都称亲近神 多亲近神 所以我刚才说 亲近神 神喜悦 神就这样福气 倾倒在我们身上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不需要祷告 是说 为求于先 他已经知道 他知道 他就必定 必定祝福的 好了 还有没有其他提问呢 这个非常重要的教导 但我告诉你 这个是医生的 医生员的很重要的教导 这个影响你整个生命 这个是我的教导 最重要的部分 恩典推动我们尊重神 是最重要的 希望你放在记忆里 不但是一堂的教导 是恩典推动我们尊重神 侍奉神 爱神 也是平衡恩典和律法 这个是我的教导 神给我的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恩典推动 你就很有动力 也轻松 也有喜乐 也平安 好的 上位一体的神 上位一体的神 是永远同在 其实你留意 在旧约圣经的时候 已经讲到我们 神说我们 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 照人 是我们 是的 是永远的存在的 圣父圣经 圣灵 是的 好了 还有没有其他提问呢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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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要用重复画 他说 他说什么 他说你是说的 讲得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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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是不需要用重复画 而且有些小 我们没有求 神已经为我预备 为我们 其实我很多生命中的祝福 是我没有求得来的 是神已经预备好 但我们应该祈求 但不需要不停地祈求 亲近神主要不是祈求 亲近神主要是爱神 这个是最大的诫命 爱神是最重要的 亲近神的事 就是您刚才说的说 神说我们 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照着 就是我们是一个附属 就是三位一体的那个神 是的 但是他在27节他又说过 他又说了这个 是 他说神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 那这个他的是个单数 是的 圣经里面有用单数 有用复数 这个就是 是一个神 但上个位格 位格英文翻译是persons persons 什么意思 就是可以单独存在的 圣父 圣子 圣灵 是可以单独存在 圣父不等于圣子 圣子不等于圣灵 所以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说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这是天父与他当时 因为要将罪放在他身上 就与他分开了 所以他们是可以单独存在 但是常常一起是一个神 这个是奥秘 一个神但上个位格 上个persons 就可以单独存在 这个 是奥秘 是的 好的 好的 还有没有提问 我们圣父 圣子 圣灵 圣灵 就是 讲 去跟梅阿讲 讲不去 就是说明我们自己搞不懂 就是圣父 圣子 圣灵 就是说 耶稣到父神肉身 是不是两千多年来 之前来的 是的 是的 那他来的时候 他在世上的时候 那他的父也是在他心里 是的 而且他说 是的 而且他说 他是在没有传道之前就是 母将的孩子 他什么也是跟我平常 我一样一样的 其实他出生的时候 婴孩的时候 他在母胎里面的时候 也是拖着万有的神 他同时在地上 同时在天上 他是无所不在 他是同时 是神同时在地上 圣经里面有说什么 人就在天的人子 所以讲到耶稣 耶和华 耶稣 有人这样讲 我刚才不懂得 人家不想讲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那上帝叫耶和华 他讲 其实耶和华包括圣父 圣子 圣灵 在基督约里面有不同的经文 讲到耶稣要来的时候 有些时候是神耶和华说 我要来的 是的 是的 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 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 除了从天降下 人就在天的人子 没有人胜过天 所以他降下来 人就在天 是的 他是同时是无所不在的神 托住万有的神 这是奥秘 这个稍微一体 稍微一体 整个解释的很简单 天父是神 圣子是神 圣灵是神 但不是上个神 是一个神 他们是独立存在 但是常常合一 同一个心意 同一个主意 这是他们永远是合一的 是一个神 但上个位格 这个是我们不能明白 这是接受 这是接受 在天堂的时候 我们会明白 但现在还不能明白 这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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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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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提问 没有的话 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 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应用出来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命 因为你是充满恩典的神 你是充满恩典的神 神啊 你知道我们所有的需要 你有奇妙的恩典 在我们生命中 你不停地做工 你在我们生命中 做很多美好的工作 你不停地祝福我们 我们感谢赞命 有神真好 有神真好 我们就感激神 我们就享受神 我们就信靠神 我们就尊从神 求神帮助我们 知道我们 怎样尊从神 你必定喜悦 你必定很开心 我也可以开心 哈哈哈哈 感谢天父 我们可以整天喜乐 但我们喜乐的时候 从夜后来的喜乐 是我们的力量 但我们想到神的美善 神的应许 神的作为 我们就喜乐 我们就有力量 如果烦恼 就没有力量 如果常常想到 富不好的东西 就没有力量 求神联名 我们加力量 哈利路亚 有神真好 我们可以开心 喜乐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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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我 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笑还想爱我 感谢天父 感谢耶稣 我们可以享受神 我们可以享受生命 我可以轻松做人 哈利路亚 我可以轻松适奉神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祷告奉主耶稣这日圣明 哈利路亚 我想再解释一下 关于这个祷告 祷告最重要是 进入神的同在 藏在耶稣里面 祷告最重要是 爱慕神 相信神的同在 相信神喜悦 就常常活在神的同在里面 就有力量 就有神的帮助 神的提醒 神的带领 这个是最重要 神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